在歷經了杜蘇瑞還有海葵颱風之後 位在山源灣旁的富山社區海灘 海漂垃圾明顯變多了 不僅影響到環境美觀也破壞了當地生態 對此第八核川局號召志工們 17號上午到富山社區 來舉辦向海致敬淨灘活動 共同清除海岸線上的垃圾 杜蘇瑞及海葵颱風過境後 為杜蘇社區的海灘帶來了許多漂流木 除此之外 廢棄的漁網 保麗龍 塑膠袋 還有寶特瓶的垃圾也充斥在其中 不僅影響了當地生態 也為景觀上帶來破壞 為此水利署第八核川局 在17號上午來到富山社區 發起了向海致敬的景安活動 號召數十名的志工夥伴們 共同進行清除海費的環保行動 在9月機場颱風過後 有許多的一些漂流垃圾被打上岸 那我們陸續從台東市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海岸我們開始辦淨灘 這邊遠眺綠島 然後以及這邊的海景 以及可以看得到我們之前這個山原海水域場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也算是一個私房景點的一個秘境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做一個淨灘的活動 那把這個海灘把它回復到它原本乾淨的原貌 這一次撿到垃圾 當然包括一些廢棄的垃圾袋 那主要就是一些鋁罐 然後還有寶特瓶 那另外還有蠻多都是一些保利龍 這種比較容易漂浮的一些 一些不可回收的物品 那我們這次總計 這次清出來的垃圾大概100出頭公斤 可以知道這個小小的一個彎袋 就可以撿出這麼多垃圾 就可以知道說其實這個活動 它的意義 還有未來有更多海岸 也需要我們投注心力 繼續去辦理一個淨灘的活動 這不要拚不包就好了 資工夥伴穿梭在漂流木間 來回尋找夾長其中的垃圾 而遇到大型的廢棄物 也使出渾身解數 一步一步的拖到岸上 盡可能恢復海岸的原貌 而對此舉動 資工們就謙虛的表示 做了應盡的義務而已 我想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乾淨的海洋 跟那個沙灘 整體環境 是每一個國民應有的 保持這個是應有的義務 大家應該要有這種共識 保持我們這種美麗 你看這麼漂亮的一個地方 大家應該共同來維持 參與淨灘的資工夥伴們 陸續在岸邊清出了大大小小的垃圾 以實際行動守護我們珍貴的自然資源 而鮑河局也表示 未來會透過持續辦理 向海致敬的一系列淨灘活動 減少垃圾流入大海 還給海洋生物乾淨的生長環境 而讓海岸線呈現捷徑美麗的景象 期盼鄉親們在未來的活動中 能夠共同響應 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記者 韓啟倫 楊子萱 北南鄉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